非有消息 芬兰现在正在重建DME导航系统 以对抗越来越严重的GPS干扰状况 今年的四五月份 由于受到严重的GPS欺骗干扰 航班在进进时可能偏离路线 芬兰航空已经连续取消了 赫尔辛基与爱萨尼亚塔尔图之间的航班 现在随着俄乌战争的局势改变 该片区域的GPS受干扰的问题 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GPS是美国的广博式卫星导航系统 它最初是为军事用途设计 1983年 大韩航空007航班从阿拉斯加起飞后 迷航至苏联上空被击落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决定将建设中的GPS系统开放全球民用 2000年 克林顿政府取消了对民用GPS信号的位置干扰 使得民用GPS也可以达到 20英尺到1英尺左右的定位精度 现在 无论是航空航海还是公路铁路 包括个人手机上也都有大量的GPS应用 全球很多的武器系统和无人机系统都使用GPS导航 干扰GPS信号可以防止重要目标免受这些武器的侵害 原理是发射与GPS频率相同的大功率信号 使设备计算的位置产生偏移 乌克兰现在持续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目标 近期更是获得了美英法等国长城武器的使用许可 为了保护港口和石油设施等 波罗迪海区域一直有大功率信号干扰GPS定位 这也给芬兰等邻国的民航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芬兰与俄罗斯边界接壤 现在 芬兰已经在南部的拉蓬兰塔 萨沃琳纳和约苏三个机场安装了DME设备 DME技术源自二战期间广泛使用的三雷达信标系统 后来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于1961年正式投入使用 通常是与圣高频全向信标组合使用 是民航早期广泛使用的导航设备 也被称为无方向测距 虽说很古老 但是它的抗干扰能力很强 如果干扰进一步升级 估计芬兰还会在更多的机场使用 其他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 例如爱沙尼亚等 也被迫在机场恢复了DME导航 全球多地近年来都发生了GPS干扰事件 主要是位于伊拉克 伊朗 以色列和波罗的海地区 从2023年的9月以来 已经有几十起飞机偏离航道的报告 更有统计说 俄罗斯已经发生过上万起的干扰事件 好在现在的民航客机 还会有惯性导航系统等多项导航手段 不过相较于恢复多年前的导航方式来说 便捷的GPS还是最受欢迎的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吧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